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 又当怎样活呢? 生存 to survive 也就是维持生命 借着基本需要 让自己可以存活下来 生存的可贵 唯有生命受到威胁的人 最明白了 好比病人 别说新冠病患者 就连骨痛热症的病人 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生存并非理所当然 常言道 小病是福 若从这观点而言 似乎就是让我们回到生命的原点 好好地思考神创造人 并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价值和目的了 论到生活 to live 则是生存下来 基本需要被满足且稳定以后 所发展的各项活动和活着的方式 这也是一般人最关心的一点 如何让生活更好 日子更丰富 在最短的时间让生活 升华再升华 其实啊 若不硬将这两者分开来看 我们还以为是一体的呢 显然 这两者仅一线之差 若作为基督徒的无法认清 我们的日子 家庭 甚至孩子 在信仰生命上的继承 就会和未重生的世人一样 每一天只关注如何让生活更好 而不是因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 变得更加完全 到头来 我们将回到从前老我的日子 盲目追求属世标准的奢华生活 彻底地忘了信仰和重生的意义 所以啊 在准备追逐梦想前 必须认真地慰问自己 为谁而活 为谁而追逐 为了什么而欢喜 又为了什么而有价值 若答案并非耶稣 福音天国上帝的荣耀 那我们就该重新思考 整顿 再出发 免得见到主的面时 祂对我们说 我不认识你 哎呀呀呀 那我们可不就白活了吗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CrossFit Podcast 十架新星播客CrossFit Podcast 造就信仰 建立信心 彼此勉励的基督徒网络电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千万别忘了当日信主的初衷 我们既被耶稣基督 从最终拯救出来 并且将从前的老我 一并与耶稣钉死在十架上 这就表示 如今我们活着 乃是因为有耶稣 住在我们里面 而活了起来 因此这更新的生命 就当被主的话语塑造 淘造 改变 活出见证神 荣耀神的生命啊 阿们 可惜啊 我们身边有太多 未信主的朋友 不断以属世的价值 影响我们 人活着不该只是为生存 要让自己的生活更优质 才对得起自己 这些听起来 极有道理的话 很常令我们感到矛盾 弟兄姐妹 他们是没错的呀 毕竟他们未认识耶稣 自然的只能努力地 思念地上的事 奋不顾身地 以外在的成就 去填充灵力的空缺 也很正常吧 但是 这绝非是基督徒 该有的属灵生命反应啊 因为我们已被救赎了 如今 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活 就当思念天上的事 属灵天国的价值啊 其实 人活着就因为 两个因素的结合 看得见的肉体 和看不见的心灵 可惜 这世界只能看见肉身的需要 因此 所推崇的生活追求和提升 自然地偏向于满足 视觉 嗅觉 味觉 听觉 触觉的享受 一旦失去平衡的日子 将使我们忘了赐生命的主 也就是曾说要有光就有光 吹一口气 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的耶和华 生命纪八章三节 他苦恋你 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从来没有停止供养他们的日常饮食 不是六七十人哦 光是壮定就有六十万人啊 虽然他们一路经历千千万万的神迹骑士 却在法老和追兵颇近的时候 竟忘了耶和华是神 金黄且大胜的埋怨 宁可回到埃及当奴仆而死 也不愿死在上帝拯救的路上 像是反映了这世代的信徒 情愿在世界的灰色地带中 享乐而死 也不愿在耶稣所赐的重生的生命里 守住永生的盼望啊 无论如何 上帝还是让以色列人再一次经历神迹 除了过红海的骑士 更是将法老与随行的战士 在红海中全军覆没 说明了或埃及人或以色列人 基本上都有食物果腹的力量啊 但活下来的 却是耶和华口中应许 并拯救的以色列人啊 阿们 欢迎回到造就信仰 建立信心 彼此勉励的基督徒网络电台 十架信心播客 CrossFate Podcast 我们能发现到 疫情肆虐下 有人为了活命 可以乖乖待在家 有人却无法放下自尊和习惯 宁可冒死外出寻找多自的生活 说明了有人清楚生存知道 有人却被生活牵着走 本末导致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取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弟兄姐妹啊 原来耶稣这话 并非对非信徒所说 而是向着门徒 信了耶稣的你和我所言 既信了耶稣 本就该放下对世界的欲望 跟从主的意思 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生命态度 相反的 若信了主 我们的心依然投奔世界 消发世人 不住地让生活升华再升华 只怕有一天 物极必烦 在追逐荣华名望的过程中 不仅赔上性命 更是为了属世 那会过去 且在耶稣眼里看为 没有价值的事而死 最终我们又能奉哪一个名牌 哪一个旅游景点的名 而到天父那里去呢 对吧 所以啊 主耶稣特别用心 用力地奉劝我们 为主丧失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换言之 为了主的福音 教会 爱心 使命等 而牺牲的 在耶稣复活的生命里 必与他一同复活 得着永生 也必按照我们跟从 主吩咐而行的信心 忠心 与他同享天国的福分 哈利路亚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CrossFit Podcast 十架新兴播客 CrossFit Podcast 你正在收听的是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疫情走到如今 也意味着我们的事工 接近一年 无法上路传福音 不禁会想起 2019年年底 几乎新加坡的 福音演唱会 都安排不成 就连熟悉 以爱我们的教会 都将布道会延期 上兄心想 是不是教会 上帝不再需要我们了 福音事工 是时候停了 此外 就是效忠 十四年的福音战车 引擎开始老化 也常威胁着 我们的安危 因此 盼可欢一台 同样实用的战车 安全上路传福音 虽然有爱我们的牧者 与弟兄姐妹 为我们在费用上 开了个头 但是后来 却没有天使 接着回应此事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懊恼 然而 直到疫情发展至今 我们终于明白 上帝立足一切计划的原因了 更叫我们对 无所不知的上帝 赞叹不已 弟兄姐妹 是想想 若上帝当时不强行阻止 我们看为好的 对的计划 遇上着疫情的爆发 MCO 国内封城 边境封锁 也许 我们将在别州 甚至新加坡 被困住 教会亦可能因着我们的步道会 增添不必要的压力 更可能因着经济负担 我们的事工就无法活命 等等 实在是感谢主 对我们格外的眷顾 爱护和保守啊 今天才能实实在在地 与弟兄姐妹分享 这奇妙无比的见证啊 哈利路亚 荣耀归主 弟兄姐妹 可想而知 我们这事工能够存活至今 就是个实实在在的神迹奇事啊 原来 耶稣身体力行的 简朴生活典范 以及透过保罗传福音的日子 那简单生活的榜样 早已根深蒂固地 影响着圣兄和太太的 生活方式了 因此 这些年来 为福音的缘故 早已奉主的名 学会了 朴实的生活啊 就衣着而言 圣兄的便衣 Brand Owlet 布三件四十五块 布埋 再来 上台的上衣 无名无牌 一件二十块左右 领带十块钱左右 还有 免费的 头发自己剪 也剪了十五年 还可以吧 而这近乎一年的抗疫日子里 更是我们的家庭有史以来 从未有过的简单和健康的生活 就因着在家自己煮 我们便可以挑选最健康又最便宜的食材 取得各方面的平衡啊 弟兄姐妹 圣兄只想说 因着日子可以朴实地过 我们才可以在这不容易的阶段里 生存下来 继续仰望主的坚守使命 忍耐到底 预备自己 随时再为福音重新出发 更重要的是 不让自己陷入生活多次的追求 入了迷惑 对身边挣钱的机会动心 也清楚知道 我们的呼召本是为福音 而非赚钱呢 因此能坚守信念 只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活着 使我们的心思 意念和脚步稳妥 为的就是见证上帝的美善 信心的功效 荣耀主名啊 阿们 将心比心 这一年下来 弟兄姐妹的日子 也一样不容易 因此我们真的不敢奢望 有天使给予我们爱心祝福 不是因为对神没有信心 而是于心不仁啊 然而 服侍的路上 我们也学会了 很重要的一点 不为自己求什么 却愿意诚心地 恳求主 赐福那些 爱神爱人 并爱他教会和事工的 弟兄姐妹 使他们实实在在地 经历主的带领 开路和供应啊 这样 主的教会与圣功 就能被推动 从而 借着弟兄姐妹手中的善功 荣耀主圣名啊 哈利路亚 感谢主恩典 他不仅没有放弃我们的事工 而且至今 每一个月 我们依然收到不少对主 信心不动摇的弟兄姐妹 给予我们服应事工的扶持啊 更有不少牧者 亲自作为我们的榜样 以实际的爱心祝福 让我们存活下来呢 弟兄姐妹啊 这般坚定的信心 和无私的爱心 岂不令我们团队感动 不被激励呢 荣耀归主啊 生命纪 三十三章 二十五节 你的门栓 是铜的 铁的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 也必如何 上帝应许以色列人 必保守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正如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应许里 他必与我们同在 也不撇下我们 弟兄姐妹 总要记得 我们每一天得胜的力量来源 就在乎依靠上帝的信心有多大 更愿我们不只专注 肉身的需要和成就 往往在我们最有成绩的时候 亦是对主的信心倒退之时啊 因此务必谨慎也晓得 最终保守我们活着的 并非食物 金钱 优质的生活 而是掌管生命的上帝 他口中每一句大有能力的话 如此方能将暗中虎视 淡淡的恶者给歼灭 使我们可活着 见证上帝的全能啊 阿们 十架信心播客 CrossFit Podcast 和你一起背起十架来跟从耶稣 常思念天上的事 直到见主的面 感谢收听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欢迎弟兄姐妹 在下方留言 彼此勉励 我们下一集节目 空中再会 以满内力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CrossFit Podca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